今天我们的声音导航看看2024款的TE300 Pro 究竟有什么升级了 原装的普通版本对比起来 看看升级了什么设备 我们由车头讲起 首先是制动系统 升级了Banbo的迫力系统 头迫力和油压系统都升级了Banbo 接着会跟随一个Factory Carbon的头碟档 这个头碟档非常硬 Golfa生产的浮动Banbo碟 激烈驾驶时高温和极端的情况下 都不会这么容易边形 还有就是比赛或维修时非常好用 当你松了螺丝之后 可以用手拿着轴拔出来 非常好用 这个盒头这次不是Taskwana自己做 是WP即是做被震这间厂生产的 CNC车缩加工的盒头 非常之硬 还有轮框 日本XL轮框 很多人都会认识的 Takasago系列 在示范车里面是非常非常高级的 这个手抽带 当你卡住在越野情况下 有手抽带 你的Buddy可以帮帮你 当然有时开得不快 塞车 情况之下有个 不厉害的散热风扇 会非常之好 再来就是这张防滑舌尾皮 加了一条条 这些防滑的条 当你在急加速或是弹射的情况下 可以非常之好地稳固着你身体 这个BREAK SAVER功能 可以挡住树枝 例如野外 有野草 有矮的树 如果你经过树枝 经过树枝 有这个BREAK SAVER可以帮你挡开 不会因为 它这样穿了里面 你继续向前行 就是这样 到最后 这条树枝最终会帮你拉了尾皮力 帮你倒了尾皮力 到时你会突然停下 有可能会失控 第二个功能 就是 防止 譬如你撞到石头 这里撞到石头 有可能会整支会向外弄 如果弄得太厉害 就可能会断 这个BREAK SAVER这条威亚 就可以拉着它 它只会弯曲到某一个角度 接着就会拉着 然后就好好的保护了你这个 尾皮力的脚踏 接着就升级了这个 高摩擦系数的FAM GUARD 可以让你对BREAK SAVER 紧紧地夹住车架 24新款的这个底兜 是一个很高强度的 塑胶物料製造 今年这个包幅性非常之好 很够大 包裹着车架整个效果非常之好 大家都知道Hasquana的 尾皮震是采用多连干式的 有些人觉得多连干式 可能会比较重 不过其实多连干的 漸进阻力的功能 比起直接连的那种 会好很多 握起来的感觉是分别非常之大 稳定性会高很多 容易握很多 不过有这个缺点 多了这串狗骨 这个铺版本就有了这个 保护底档 今天和你保护它 我们看到这个尾碟档 是铺版本才有 是蒸身尖属的 红粹银 有留意到尾皮震叠 是采用实心碟的形式 实心碟有好处 是鉛泥 砂泥漿 不会卡在窗中 这样 皮震叠的内磨程度 大大提高 尾皮震采用的 雙金属的设计 裡面的銀色是鋁合金, 鋁合金是輕, 外面黑色和鏈條接觸的齒盤 就用一個合金鋼去製造, 有非常好的耐磨性 集合兩者之優點就達成一個非常好的平衡, 又耐用又輕